182. 新報 專家指怪獸家長有詐 2015年7月11日要問A.02得獄不足本港百年名校拔稅男書院學生的無禮行為 引起外界關注 亦令人對本港學童的未來發展感擔憂 更值指示怪獸家長導致問題 臨床心理學家萬家輝認為 學生不懂尊重他人的情況相當普遍 相信與家長指後指L女學業成績、忽略新教 以及學校欠缺德育教化已有關 建議政府及其他機構在這方面下功夫 否則未來情況將更嚴重 萬家輝指 這類無禮行為在其他學校同樣常見 整體原因在於學生缺乏代人處世及禮貌上的教育管教 而怪獸家長更是導致問題的關鍵 他解釋 時下不少家長功利之上 指後指L女成績及成績 及不管書有關愛與尊重等概念 從小到大無人教 加上近一兩代學童多為讀生子女 教為自我中心 遇到不喜歡就直接表達 未考慮他人感受 唱面試也看禮貌若要改善情況 萬家輝建議 學校入校修生時 隨考慮學童成績及面試表現 也可將個人禮貌及尊重等行為和態度 列入評估 這樣家長的教育方式自然會因此而改變 至於政府及其他機構也應在德教方面多下功夫 例如將倫理及德育列為必修課程 從小培育學生正確態度 而非到進入大學或社會時才開始學習 申報機者 學校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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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